六个月前,一名枪手因为不满新闻报道的内容开枪打死首府公报的五名记者,但是对于这份报纸的编辑来说,他们的工作还要继续。 我们的工作对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的首府公报的工作人员入选时代杂志2018年人物榜,以铭记那些以身殉职或被监禁的记者。 我们朋友的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更加看重我们工作的价值,不过为此我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这个代价越来越高,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记者无国界组织列入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名单。 10月,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将管撞炸弹邮寄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家中。 批评人士指责特朗普总统将媒体成为人民公敌之后加剧了紧张关系。 媒体的作用就是批评政府,所以现在媒体被说成不爱国的浪潮令人担忧。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驳斥了有关他们的言论导致暴力的指称。 媒体一贯不公平的报道有很深的敌意,进行负面攻击,你知道这只会让人们分裂,削弱健康的辩论。 特朗普特别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与之CNN驻白宫记者阿克斯塔激烈交锋后吊销了他的记者证。 CNN提起上诉,白宫被迫恢复了吉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 另一个挑战就是特朗普使用推特来越过传统的通讯管道。 白宫说特朗普总统是与媒体接触最多的总统,在上任之后与媒体直接对话超过560次,比前两任总统要多得多。 他经常在白宫南草坪回答问题。 此前的政府基本上每天都会召开简报会,然而特朗普更喜欢即兴对话而不是让他的发言人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白宫大约每个月才会有一次简报会。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很久。 谢谢大家。 六位。 十分钟。 1910年代。 2010年代。 对,五位。 本人iden。 2010.00。 2010.00。 感谢观看